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 车辆已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而车后箱作为储物空间 也常常充当起运输各种物品的角色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 在车后箱中放置易燃物品 是严重的安全隐患 可能会导致火灾、爆炸等危险情况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八种 绝对不能放在车后箱的易燃物品 以便大家更加警觉和慎重 1.汽油和柴油 汽油和柴油是常见的易燃液体 即使是微小的火源或温度升高 都可能引发火灾 将这些液体放在车后箱中 可能在行驶中发生泄漏 导致严重的火灾事故 2.液化石油气罐 液化石油气罐中储存着高压的易燃气体 一旦发生碰撞或烧热 可能会引发爆炸 车后箱空间狭小 一次爆炸可能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车辆损毁 3.汽车电池 汽车电池含有酸性液体和钳等有害物质 一旦电池损坏或泄漏 一旦电池损坏或泄漏 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严重伤害 车内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电池泄漏 产生有毒气体 4.氧气瓶 氧气瓶是医疗器械 但也是易燃物品 如果氧气瓶泄漏或受热 可能引发爆炸 造成周围的车辆和人员受损 5.碰漆和溶剂 碰漆和溶剂中含有易燃化学成分 甚至是一些爆炸性成分 高温或撞击可能引发火灾或爆炸 对车辆和人员造成危险 6.烟花炮足 这些节日庆祝物品 在车后厢中几亿发生意外 一旦点燃或受热 可能导致爆炸 造成车辆损毁和人员伤害 7.防冻液 防冻液中含有甘醇等易燃成分 一旦泄漏 可能在高温下引发火灾 危及行车安全 8.压缩气体罐 压缩气体罐中储存着高压易燃气体 一旦泄漏或在高温下受热 可能引发火灾或爆炸 为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在车后厢 放置这些易燃物品 如果需要携带这些物品 应该选择合适的储存方式 确保它们不会对新车安全构成威胁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